24歲的馬來西亞籍蔡姓女大神來臺灣讀書 但13號卻遭到誠信嫌犯勒畢 女大神的父母親等親人4個人 在外交部的協助之下 晚間已經抵達到了臺灣 針對女兒遇害這件事情 蔡爸爸表示 女兒是來臺灣讀書的都要畢業了 卻遇到這樣的事情 而不管誰對誰錯殺人就是錯 蔡爸爸還強調 這已經不是馬國女學生第一次在臺遇害 這些案件在馬來西亞已經傳得相當厲害了 希望臺灣的法律一定要好好處理 還家屬一個公道